11月8日,云南省昆明市城贡区第三届豆腐文化旅游节在七步场社区隆重启目 在活动中,现场制作出了一块6吨重的超级豆腐,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球 在制作中,近百名师傅用2.5吨大豆,15吨水,3吨柴火熬制了制作豆腐的豆浆 将豆浆分装在数十个不锈钢桶中 再有5个人将豆浆抬起倒入另一个桶中与石膏水进行混合凝固 整个过程耗时数小时,最终制成长宽约为7米,厚0.12米,重量超6吨的大豆腐 看到这些师傅们就是满头大汗的,历经了很长的时间才做出来 我感觉这个豆腐制作的确是非常的不易 对七步厂的一个豆腐文化,以及对飞夷的传承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然后也希望豆腐文化能够传播到国内外 据悉,七步厂社区因豆腐而闻名,其制作豆腐的历史有500多年 目前,该地共有豆腐作坊22个,豆腐制作专业人员150余人 日均生产豆腐制品6吨以上 把我们七步厂的豆腐文化做强做大,然后挖起整理出来 就是让我们广大的市民能够品鉴到最好的美食 在该文化节上还举办了豆腐长街宴,美食节,音乐节,美食大赛等此活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